打這把圍衝 兄弟們姓圍我跟我衝 士兵排排站不停向前射擊 選邊站技能升級打怪 這款手機遊戲被實況主賴紅鈴踢爆 網紅們業配廣告造假 都是照稿念 有人說他是YT界唯一清流 前陣子還拍什麼打假遊戲廣告 現在是什麼環境 業配隨便拍一拍 隨便出來就可以行片了 廣告不實 拍業配都不用負責任 賴紅鈴點名百萬youtuber 指控他根本沒玩過遊戲 而且不只他一位 明明是不同youtuber 但廣告的遊戲片段全部都是同一支影片 只是換了配音 真的有這些小遊戲 結果這小遊戲被我發現出來以後 換你 你做這種遊戲 糊弄觀眾 做這遊戲糊弄觀眾就算了 你們這些 也不大不小的youtuber 這種事情 這種業配 接得下去 還推薦 記者實際下載遊戲 確實內容大部分和手遊廣告並不相符 必須要升到等級8 點開右側的小遊戲中心 才有網紅頁片影片中的射擊遊戲 步驟繁瑣又會有多少民眾發現 事件延少後 百萬youtuber尊火速發出聲明道歉 內容提到這是我自己的疏忽 我向大家鄭重道歉 廣告也已經請廠商撤掉了 靠著高人氣吸引粉絲下載遊戲 如果產生高度落差 掉粉的恐怕也是網紅自己 3D新聞領文盛網佩花 台北採訪報導 廢棄莊園各種裝飾等著玩家來佈置 單純的養成小遊戲吸引不少人 來下載打發時間 但事實上似乎不如廣告中美好 夢幻家園吧 看起來可以解謎什麼的 但實際上進去好像不是這樣 廣告裡明明是休閒的養成小遊戲 但實際下載來玩 卻是得先玩燒腦的消消樂 才能開始佈置家園 原本只是用來打發時間 瞬間變成需要用腦來玩的抑制遊戲 民眾認為廣告上 只有吸引人的一小部分 並沒有完整呈現遊戲玩法 被點名的還有這款抑制型小手遊 廣告生動吸睛 各種燒腦關卡吸引玩家來挑戰 但實際點開遊戲 大約停留十秒鐘就會出現一段 長達三十秒到一分鐘的廣告片段 想玩其他類型關卡還強迫看完廣告 才能玩 很廢的那種小遊戲都超多廣告的 手遊廣告裡那些吸引人去下載的精美 關卡在遊戲當中確實都存在 但有些是要課金才能玩 有些則是只佔整個遊戲的一小部分 甚至還有的是直接變成看廣告遊戲 消費者可能會覺得說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至少在後面的時候 他會再繼續去使用這個遊戲 那當然真的還有一部分 是比較特殊的是 這個遊戲本身裡面 就很多的內置廣告 這個是業者的另外的廣告收益 消保官表示 遊戲商大部分都在國外 國內法律其實很難管 而且這種手遊廣告說不上詐騙 只能算是一種特殊的行銷手法 三選蔡宗教育台報